請問葛珮帆議員 謝謝主席 關於中醫院的發展 我想大眾市民期望 除了中西結合之外 還可以提供 培訓更多的未來中醫人才 亦期望這間中醫院 可以提供高質素但不貴的服務 所以當政府的文件中提到 當局傾向由營運團體 以至負盈規的形式 和中西協作的方法營運 我相信市民是有憂慮的 只要這樣看 因為不瞭解詳情 剛才聽到解釋 知道中間還有很多事情要研究和討論 但正這樣就反映到 現在政府給我們的文件 事實沒有說到那麼多 面對困難的挑戰 中間還要有多少個Mouse Stone 要經過多少的過程 我們才可以達到 所以你今天又不能告訴我們 我們何時才有這間中醫院 我們這樣聽的話 亦都會擔心 這個中醫院如果不是由大學主辦 會不會在教學和實習 甚至未來中醫發展上 會有一個局限性呢 因為如果它自負盈規 掛著賺錢的時候 到時可能在這方面 就會故此失比 我覺得這方面面 我覺得局方都需要 可能要給我們更多的資料 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討論 所以我都贊成 主席我也贊成 我們需要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 關於中醫院 以及給中醫師上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局長有沒有回應 或者多謝郭議員 或者兩點 第一就是說 其實我們初步除了覺得 這是可以是一個自負盈規的模式之外 其實我們亦都希望這個中醫院 因為現在香港是沒有中醫院的 可以讓三間大學作為實習 臨床教學和科研的一個基地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正正剛才秘書所說的 一些不同的中間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去解決 也都是由中醫院發展委員會去討論 其實現在是沒有討論到 當我們稍後 如果他們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其實再回來委員會報告 謝小姐 補充一句主席 郭議員提出一句 關於大學的參與 其實今次的先導計劃裡面 我們是都有 因為第一 三方協作的中醫診所 已經有大學的參與 而我們的先導計劃 亦都是由最後來的評估 過程都會由大學進行 原因就是 我們都想在大學 幫我們在過程中看看 將來對於培訓學生上面 有甚麼 可能我們都要研究和配合 其實中醫院發展委員會 過去也有討論過其他培訓的問題 大學方面都有關注 例如 中醫的專科發展 因為現在中醫是未有專科 以及其他配套的中醫人才等等 我剛才講過護理 甚至藥劑 因為如果要中西醫配合的話 藥劑方面也是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 適時的時候 如果中醫發展委員會談了 我們很樂意再報告 OK 麻煩 委員沒有再有提問了 是嗎